雪莱是与拜伦齐名的因果诗人 两位贵族好友师名相当 连暴躁的性格都很相像 在伊顿宫学时 他被称为疯子雪莱 因为他曾在愤怒之中 用一把小刀刺穿了一个坏蛋的手 在牛津上大学时 宗教盛行的年代 他竟斗胆写了两页纸的小短文 论无神论之必然性 毫无疑问只能被开除了 这么年少轻狂 不如把一部分疯狂分给诗歌 于是就有了1819年的伟大诗句 普罗米修斯的解放 古希腊时期 悲剧作家艾斯库罗斯 就曾创作过著名的 背负的普罗米修斯 戏剧中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反抗 是以宇宙斯的和解而结束的 对此雪莱写道 我根本反抗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 叫一个人类的捍卫者 同一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 所以雪莱笔下的诗句 更气势恢弘 风吹日晒 雨淋雷劈 秃鹰浊石 恶魔纠缠 即便再痛苦 普罗米修斯对宙斯发过的事 也绝不改变 啊 只要你在天空中做一千皇帝 我就一千不想安睡 一千不会把头低 他是如此大意引燃 斗争道理 最终等拿了冥王 用旋风 闪电 冰雹 给宙斯以无情的打击 将宙斯埋荡到地里深渊 更等拿了人间的新秩序 只见许许多多的星座 都没有了皇帝 大家一同走路 简直像神仙一样 他们不再互相谄媚 也不再互相残害 神们的脸上 不再显示着仇恨 轻蔑 恐惧 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人类从此一律平等 诗句中的雪莱 多么乐观地坚信着 自由平等终将到来 同样是在1819年 英国曼彻斯特的民主解放运动 却遭到了当局的野蛮镇压 屠杀 雪莱在满怀悲愤的心情中 写就了不朽的诗歌名篇 西风颂 与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的 直接抗争不同 这首诗充分利用了象征手法 整首诗从头到尾 写的都是秋天的西风 没有一句政治术语 革命口号 却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 勇猛的西风 他追向嘹亮的号角 给高山平原 注满生命的色彩和风香 把蓝色的地中海 从梦中唤醒 事实上 他象征的就是催哭拉朽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请把我枯死的思绪 吹向环宇 让它像枯叶一样 促成新的生命 凭着我这诗行写成的咒语 像从未尽的火炉中 扬出灰烬与火星 把我的话语 传播到千家万户 通过我的嘴唇 像昏睡的大地 吹向欲言的号角 啊 西风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仅凭着这一句诗 就让多少受挫的革命者 备受鼓舞 所以雪莱被马克思称作 从头到尾是个革命者 被恩格斯誉为 天才的预言家 然而 这位预言家 尽管预测得到革命的未来 却一测不到1822年7月8日的那一场 暴风雨之夜的传难 十天后 人们在海边找到她的尸体 脸和手都被大鱼吃掉了 只能从她高挑的身材 和口袋里的祭祠诗集 判断她就是 还未满30岁的雪莱 下个视频 要介绍的就是雪莱临终前 还在阅读的祭祠的诗作